Hello,大家好,我是MoMo 大家是不是看到我背景不同了呢? 沒錯,因為我搬到新家 但新家還沒結束好 所以我等結束好之後再拍片和大家分享 今天想和大家做一個500港幣的挑戰 以前在香港,週末約朋友吃飯 一個週末用500港幣也差不多 如果你剛來到多倫多 又未對這裡的消費很有概念的話 就可以參考一下這條影片 在多倫多一個週末只用500港幣 到底可不可行呢? 500HKD to CAD 87.49 87.5啊? 因為在這裡吃了一頓飯,基本上都20港幣了 哇,糟了,行不行的 不要說那麼多,行動最實際 如果將87元加紙除二的話 一約大概是40多元左右 今天主要的行程就是約朋友打球 支出應該是打球前去買點東西吃 以及今晚的晚餐 我覺得今天應該沒什麼問題 但因為我明天會去攀石 所以這個可能就會比較難 現在呢,我就去買點Light Bike 然後我就去打球 搭了半個小時,出來到Fish啦! Hiii Hiii 我要這樣想記的 我有一件事想訪問你們 你們覺得500元過一個週末可不可行這個事情? 加紙以外? 加紙以外是87元 不是,你們在香港平日一個週末大概用多少錢? 週末是用來玩錢的 看到來 即是一天吃一頓 你吃九大鬼啊 一天三餐都出去吃 我先算一下 麥當勞一個早餐 算上稅好像是百元 我經常吃的 但是晚餐通常都是二十元左右 早點吃 一天吃兩餐 我覺得好像很慘 其實五百元你們是覺得不行的 可以 為什麼不行 我覺得可以 謝謝你們的意見 換了衣服出來 有點冷 不過我相信這次應該是幾次可以打球 所以 打完它吧 很好 有燈 這個場應該是附近最漂亮的一個場 打球 哇 抓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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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糟了,不小心拍到 球場的燈光好漂亮 過這個冬天都沒得打了 咦,拍完了,拍完了 我們跟這個場說拜拜了,拜拜 下年見,謝謝,謝謝 再見 暫時我只花了3元買薄餅,然後坐車過來 所以其實今晚應該可以有充裕的預算可以吃東西 好 迷線都是大概15元左右 我想連稅的話,20元可以下樓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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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們是蒙龍味 不敢夠清,不妨蒙一點 哇 這位餐,未解釋之前就17元 好,統計一下我今天用了多少錢 首先,pizza呢,3.15元 搭車兩程,就是6.6元 我的晚餐就給了20元 總共用的錢呢,29.75元 即未夠30元 明天就有57元可以用了 暫時就是這樣,我們明天再見 早晨 今天就是星期日,Day2 今天的主要行程就是會去玩新來攀石 還有去看show 昨天就用得不算很多錢 但是因為今天就玩新來攀石 Day part,簡直是這個weekend的budget一半 所以我這個午餐,吃便宜一點 然後留多些budget去今天的活動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出發,go 如果你問我在多倫多吃什麼菜是出色的 我會回答你是中菜和韓國菜 所以現在就帶大家去吃韓國菜 之前經過這間店,覺得這裡的裝修好像韓國的小食店 還有很多韓國人過來 所以我想這裡應該是legit的 其實都是我第一次吃 它的價錢不算很貴 年糕大概是9.99元 然後如果你想要其他味道的話 就是12.99元 想想吃什麼 剛剛就叫做Rose Tabuki 然後再加Fresh Cake 16.93元 還有Tips大概是18.62元 比我雙中大碗很多 好吧,我不客氣了 我這個年糕真的很好吃 我叫了這個就是Rose Tabuki 它是辣粉、Cream 然後再加Soy Sauce 也不是真的那麼健康 但是,大碟好吃 如果這個年糕應該也有9分 因為我覺得它的醬很好吃 然後年糕很爽 唯一可能是它的菜 它的食物少自己加 但我覺得如果一個人吃的話 就有點太適 約了幾個朋友來這裡吃 可以叫其他東西 那就不用像我這樣自己一個 對一個年糕 在加拿大生活 排行第一的Life Hacks 就是不要錯過任何的優惠 先逢雙十一 Rogers就推出了一個Singles Week的優惠 只要你Activate Rogers 5G Mobile 50GB的Plan或以上 又或者是Rogers Infinite或以上的Plan 就可以享有每月減10元的優惠 這個優惠還長達24個月 那就是說24個月就可以省到240元 如果你的帳戶再加兩條線的話 就可以享有每個月減20元的優惠 Rogers的5G Mobile Plan 還包括了加拿大境內 無限Talk and Text的服務 它的5G網絡更加是加拿大最大 還有最可靠的 用了Rogers 輕輕鬆鬆就可以更加全世界的親朋好友 詳情就記得看下面的Info Box 我們繼續Challenge 他那裡說 We serve the best top 4 key in the world 都真的好吃的 回家收拾了些東西就準備去玩Bordering Bye 大家好 請有些口渴 我們現在去買天仔 謝謝 謝謝大哥 謝謝 終於來到我們今天的一個活動 就是室內攀石 每一次穿這雙鞋都覺得自己好像清朝的格格 第一次在多倫多玩Bordering 第一件事就是做了一個Orientation 你要試試給他看你真是懂的 其實這個場比我之前在英國玩的很多 他有很多椅子可以坐 英國那裡有學生的 但這裡沒有 剛才給呢 就是27元的day pass 然後再加7元的rental shoes fee 再加上稅就是38.4元 即大概230元 好啦 現在去玩 Bye 三排兩步上去 怎麼可以這麼輕鬆呢 就到啦 差一下了 差一下 左手 用大腿力撐自己上去 YA YA 這個綠色V1 我挑戰了多少次啊 7-8次 7-8次 我穿成功了 好漂亮啊 這個光線 Bye Bye 剛剛看完室內攀石 那現在我們就去看The First 我之前都有看過幾次Live Show 那其實票價呢 都是大概30-35元左右 那所以都不算是很貴的 如果看Live Show來說 那所以是Ala 是Ala 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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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回到你家了 今天真的一個很累 但也很充實的一天 好久沒玩過Bodeling 其實我覺得呢 我這個冬天都會一直玩的 因為其實攀石的過程是挑戰自己 還有我很喜歡在攀石牆裡面的Five 就算你不懂也好你都會互相打氣 我覺得那個Five很棒 所以我想我冬天都應該會一直玩的 我今天用的錢就不算很多 主要就用了在Boldering那裡 統計回我今次這個挑戰所用的錢 Total就是用了86.79 所以這個挑戰是成功的 我還有4港幣 可以來買朱古力 一餐可以當作兩餐 真的很誇張 不過我認真的 這些真的不可以餐餐吃 大佬 像碳水放題一樣 一邊吃晚餐就要一邊閉上我這條影片 其實你問我這個500元挑戰難不難呢 其實我覺得都不算真的很難 因為我本來都不是一個經常有很多活動的人 可以真的全天在家不出街 但我拍片沒有理由只是拍著自己在家 那拍來做什麼 其實這裏真的有很多免費的娛樂 例如我去打球 又或者最近在看紅葉 很多人都會走路 雖然你開車去那裡 都是要有錢 你都會吃飯的 但起碼主要的活動 都不需要用錢的 而這個呢 其實就是我覺得香港和多倫多很不同的位置 因為香港的娛樂呢 其實我覺得都是很消費base 就是你約人出街呢 很多時候都是一起去做一樣東西 那當然你在多倫多都可以吃飯唱卡 看電影的 但我覺得除了這些活動之外呢 是多一些不同的選擇 在娛樂方面可以少一點錢 但是吃東西方面呢 就相對貴一點 一個基本的麥當勞餐呢 其實都說10元氣跳 已經是不用給tips的了 對港幣就大概60元左右 在這裡呢 就真的很難找到一個 30元港幣的牛腩河 但這裡的cheap eat 又不是真的沒有選擇的 那如果你想便宜一點的話 都可以像我一樣 去超級市場買一塊pizza 大概3元 如果你去街邊吃個熱狗 可能是6元左右 其實都不是真的很便宜 但這個可能就是10元以下的選擇 但如果你說出去餐廳吃飯呢 那我覺得20元都可以吃到OK的食物 但如果用這20元去買菜的話 其實都可以吃到兩三餐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健康 又想省錢的話呢 在家裡住呢 就是最方便和最好的選擇了 總括言言啦 其實我訂這個500元的challenge 都是拿一個中位數的 無論在香港或者是多倫多 其實你都可能一頓飯就已經沒有了 也都夠我 在多倫多過一個很精彩的weekend 其實都是封劍遊人的 看看你怎樣花錢 或者是看看你覺得娛樂是否真的需要錢呢 那這個你們就可以再想一下 這次就跟大家做了一個500元的challenge 大家還會不會有的挑戰想要做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留言跟我說的 如果大家想看多點我在加拿大的生活的話 就記得去follow我的IG 因為我接下來都會嘗試拍多點reels放在IG 所以大家記得去follow啦 另外如果大家到Roger的一位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在下面info box 我就會把連結在上面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去看多點詳情啦 吃完我的晚餐先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